格林多前书 第十三章 我若能说人间的语言和能说天使的语言, 但我若没有爱, 我就成了个发生的罗或发想的伯。 我若有先知之恩, 又明白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 我若有全辈的信心, 甚至能移山, 但我若没有爱, 我什么也不算。 我若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施舍了, 我若舍身投火辈分, 但我若没有爱, 唯我毫无益处。 爱是寒忍的, 爱是慈祥的, 爱不嫉妒, 不夸张, 不自大, 不做无礼的事, 不求己意, 不动怒, 不图谋恶事, 不以不义为乐, 却与真理同乐。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永存不朽, 而先知之恩终必消失, 预言之恩终必停止, 知识之恩终必消失, 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这是局部的, 我们做先知所讲的, 也只是局部的, 极致那圆满的一来到, 局部的, 就必要消失。 当我是孩子的时候, 说话像孩子, 看事像孩子, 思想像孩子, 即使我一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 就要面对面地观看了。 我现在所认识的, 这是局部的, 那时, 我就要全认清了, 如同我全被认清一样。 现今存在的, 有信, 望, 爱, 这三样, 但其中最大的是爱。